金钱游戏大哥大张健再厉害逆藏 还是逃不过中国法网 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国公安在印尼警方协助之下 在印尼成功逮捕神隐多时的张健 张健原来本名叫做宋密秋 五年前在中国非法设立云树帽传销公司 而被中国公安追查 张健逃离神州之后 中国公安还在2016年 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早前在泰国坐过牢的张健 最终再一次落入法网 这一次在印尼被捕 张健星期二中午被押回中国受审 随着张健落网旗下的五行币 预计也即将Game Over